紐約的左派市長Eric Adam 做了一件很多基督徒、很多保守派都不敢做的事情 他上了CNN說 我不支持政教分離 信仰是我的一部分 我既然是市長 那麼我執政就一定會參雜我的信仰 怎麼會這麼棒 今天來探討一下這位左派市長說的內容 1月6號4千個小時的影片釋出了 這個美國史上最可怕的暴動 充滿著暴力的暴徒 衝進美國的國會 這樣子的說法 今天完全被破解 今天來大家看到兩個 兩個都是代表性的人物 1月6號的代表性人物 一位是匿名者Q的首席薩滿 QAnon Shaman 另一個是在國會門口被滅火器 重擊而死的Officer Siknik Siknik 警官 這兩個人在1月6號當天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最後還要帶各位看到喬治亞州出現的安提法暴動 這個暴動其實持續了一段時間了 從一開始有人朝著警察開槍 之後被警察擊斃 之後安提法直接衝到目前還在建設的警察訓練中心 在那裡面縱火 放這個大型的煙火 試圖傷害這些警察 結果新聞報導出來卻是 這些左派的暴力行動 是合理的 是情有可原的 到底是怎麼回事 在我們開始之前請你去我們的網站 loveainews.com 或是接到下面參加我們Coffee的會員 直接來支持我們現在做的事情 這個頻道是100% 由你這個樣子的觀眾來支持的 我們需要自己的媒體 我們需要真正的使用聖經的角度 來看現在發生的事情 翻轉這個時代 需要你跟我一起努力 而且堅持 所以請加入我們的會員 還有幫我們按讚 訂閱我們的頻道 最重要的是分享這個影片 如果你想要一起抵抗我們的文化價值觀 不斷的被左派侵蝕的話 分享這個影片 當這個新聞頻道的後盾 加入會員之後 你不但可以直接來支持我們的事工 而且你還可以參加在我們Discord的聊天室 Discord聊天室是只有會員才可以加入的 我們三個人也主要會在Discord裡面聊天 因為裡面絕對都是支持我們的 跟我們有同樣價值觀的人 不然就不會加入我們的會員了 對不對 因為看人很多 然後想要過來嗆聲 刷存在感的人 罵人的觀眾也很多 我們最希望做到的事情 就是大家可以使用我們的平台 讓大家可以彼此認識 萬一事情發生緊急情況的話 至少這些人 是跟你有同樣價值觀的 可以跟你一起度過難關 特別是現在國際情勢這麼不穩定 美國越來越亂 所以請各位加入我們的會員 會員則可以去Discord 認識志同道合的朋友 我是Eden 歡迎回到今天的AI News 好 紐約市長 是一個非常爛的市長 是一個大左派 在他帶領下的這個紐約很糟糕 但是他不是最糟糕的紐約市長 特別是他在前任的這個 Bill de Blasio之後 OK 那認識我的人就知道 我很討厭紐約 說穿了我討厭住在大城市 人幾人又不安全 很難有一個community 一個社群的概念 雖然我好像到哪裡都 都是一個人都沒有一個社群 平常都是我在說Eric Adam很糟糕 他提倡犯罪 提倡批判性種族理論 提倡種族歧視的一個人 今天不一樣 前幾天他說了一段話 很棒 他說當神跟禱告 還有聖經離開學校之後 槍就進到學校裡了 所以 對啦 沒有錯 他在這邊的確是要來攻擊 憲法第二修正案這個持槍權 但是 他這邊說的 在維護神跟聖經 在學校裡是一個必要性 這是一個非常保守派的觀點 跟他的政黨 這個民主黨 完全不一樣 Eric Adam上了CNN 然後 CNN這位大左派的主持人 完全毫不留情面的攻擊Eric Adam 你再說一次看看 你是在說 政教不要分離嗎 我們來看一下 Eric Adam是怎麼回應的 你也說 你會用一個神的方法 提供的方法 說 當我們從學校裡的祈禱 槍就進入學校裡 你會知道 那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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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有 也有 那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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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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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人 我們是 在神 我們 每個總統 都說 一種人 我當中 人 自己 faith is who i am and anyone who takes those words are stating that i'm going to try to compel people to follow my religion no i'm a i'm a child of god i believe that holy i'm going to follow the law i'm not going to compel people who believe in whatever faith it could be if you're in a synagogue a baptist church a buddhist temple i'm in all of them and that's what was in 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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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rvice just to be clear do you fundamentally believe in the separation of church and state from a governing standpoint no what i believe is that you cannot separate your faith 是不是講得多好這比好多的右派好多的基督徒保守派共和黨都還要敢說出來的實話 這個自由派很糟糕的一位市長比太多基督徒都還要有勇氣了 你是不是認為應該要政教分離然後Eric Adam回答很簡單就是不行不可能 這個問題我之前是不知道怎麼回答的OK就是你認為現在要政教分離嗎 我現在的回答應該也會跟這個Eric Adam一樣但是我之前會想要聽起來是個好人所以會找到一堆什麼理由說什麼喔政府要保護所有的宗教啊宗教領袖要怎樣怎樣啊 別人如果現在問我的話我的答案就是NO而且這個立場跟美國建國國父一樣 還有1960年代之前的所有美國政治人物一樣還有整個西方文化裡面所有的偉人一樣 他的理由很簡單信仰就是一個人的所有的一切 我的信仰控制著我做的每一件事情 他說我不會逼著別人一定要加入我的教派啊我尊重所有的分支啊對不對我尊重所有人的信仰 但是你不可以把我跟我的信仰分開那如果你不能把我跟我的信仰分開的話 那身為市長的我就不可能讓我的信仰跟紐約的政治分開 也就是說沒錯所有的人類的爭執所有的人類的戰爭 最終其實都是一個思想文化信仰的戰爭 天主教有一位作家叫做Matthew Petrusik 對於這個觀點有非常棒的見解OK 物質主義在政治之下政治在道德之下 道德在目的論之下目的論在人類學之下 人類學在認識論之下 認識論在本體論之下 本體論在神學之下 我們或許不用每一個主義跟這個論述都深聊或是去了解 說真的我們也沒有時間 但是說穿了我們最後還是要問到一個問題就是 這一切為什麼會發生現在所有發生的事情 所有存在的世界物質跟非物質的 都是從哪裡來的 還有為什麼要存在 而這個就是一個神學問題了 如果我們的世界沒有神學的話 沒有對錯沒有目的的話 那我們立法院就沒有資格立任何一道法律 不管是關於調降稅收還是停車開罰單 如果沒有神的話 殺人都不是件壞事 有的時候還是一個很合理很理性的行為 然後Eric Adam竟然在一個 左派物質主義掌控的CNN的電台上敢說出來這個樣子的話 是非常值得鼓勵的 是每個基督徒都應該這麼說的 然後要政教分離的人 在這邊說 喔不會不會 我不會讓我的信仰干預到就是政治的層面的 這段話是非常有名的一句話 就是JFK John F. Kennedy 甘乃迪總統他那個時候說的話 他競選的時候說的話 原因是因為他害怕 因為他是個天主教徒 美國是一個新教的國家 如果不這個樣子說的話 他可能就沒有辦法不當選 我們來看一下 整個美國翻轉成一個無神論 而且到一個道德淪喪的國家的開始那一刻 I believe in an America where the separation of church and state is absolute where no catholic prelate would tell the president should he be catholic how to act and no protestant minister would tell his parishioners for whom to vote when no church or church school is granted any public funds or political preference or political preference and where no man is denied public office merely because his religion differs from the president who might appoint him or the people who might elect him I believe in an America 會影響到我的職位 聖經可以說一套 但是人生嘛對不對 總是有意外的啊 我想幹嘛就是幹嘛 然後他就廢除了在學校禱告 整個女權運動 人權運動 一切美國的墮落就是從這位很糟糕的天主教徒當總統開始 然後現在這位民主黨的這個紐約市市長說 不會 我的信仰跟我同行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棒的想法 我只希望他可以多讀聖經 然後就知道他身為市長要做的事情應該是要保護生命 維護自由 不是在那邊黑命鬼然後殺嬰兒 但是不管怎麼樣 他今天講這一句話很棒 信仰就是要活出來的 如果你是政治人物的話 你就不可能有所謂的政教分離 然後我希望共和黨的人也可以跟他一樣出來說 我們就是要願神的國降臨 願祂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這是唯一可以有宗教自由 有多元有包容的時候 只有在你的信仰堅定的時候 你才可以接納多元接受包容 如果一個人信仰不堅定 或是根本沒有信仰的話 那他就只是隨波逐流而已 沒有立場而已 所以我很難得說民主黨的人說了什麼好話 但是今天的紐約市市長 我覺得我們應該要幫他鼓勵一下 然後基督徒看見了 一個左派的市長都敢這個樣子說了 我們在我們的小孩的學校裡面看到 六色驕傲奇不敢講話 甚至在兒童主日學的牆壁上面看到 六色彩虹也要說 在教會裡面 不要有爭執啊對不對 我們不堅定 屬於我們的就會被躲去 Kevin McCarthy上任眾議院主席了之後 有一個非常重要的事情 就是釋出了所有 2021年1月6號所有的 這個首都監視器的影像 4000多個小時 全數交給了 Fox News 的 Tucker Carlson 1月6號定罪了好多人 現在這些影像全部都證明 絕大多數的人都是無辜的 整個都是警察在說謊 整個1月6號小組調查小組也在說謊 整個審判是民主黨自導自演 主流媒體還幫腔 這是一個完全的政治破壞 第一個就是 QAnon Shaman OK Q法師或是Q薩滿 他的本名叫做 Jake Angeli 或者叫做改名了嗎 Jacob Chansley 這個人被說成是整個暴動的主軸 他的照片放在所有的新聞報紙的頭條 所有新聞媒體的封面 上面說他是一個暴力的暴徒 衝進去打警察 他精神狀況有問題 對他自己有危險 對其他的人也有危險 所以一定要把他抓起來 還有人說要把他槍斃 OK 他的影片出來了 整個打臉我們所有的司法系統 打臉拜登政府跟主流媒體 這個影片很明顯看到 從頭到尾都有警察跟著他 他跟警察很好 警察還幫他開門 還幫他照相 如果大家不知道的話 他就是戴圍巾的帽子 然後上面有牛角 然後臉上圖的美國國旗 在華盛頓一月 沒有穿衣服到處走的一個人 所以說他精神狀況不好 可能是有理有據 OK 警察就帶了他走 OK 好像是他的私人導遊一樣 從頭到尾一直跟著 然後經過了 大概有八九個警察 沒有一個人把他攔下來 沒有一個人把他抓起來上手銬 沒有任何的爭執 沒有任何的暴力 帶著他去各式各樣國會的會場 然後把鎖著的門打開 各位如果還記得的話 他當時後審判的時候 那個帶著他的警察的說法是 我當時的確有幫他們開門 因為我試圖要緩截這個氣氛 當下這些暴徒人多勢眾 OK I was surrounded 是這個樣子嗎 我們來看一下 Q薩滿逛國會的情形 大家可以在下面留言 如果你是警察的話 你會怎麼做 And at the center of it the single most famous person arrested that day was a Navy veteran from Arizona called Jacob Chansley often referred to as the QAnon Shaman The so-called QAnon Shaman QAnon Shaman Someone named Q Shaman Jacob Chansley became the face of January 6th a dangerous conspiracy theorist dressed in outlandish costume who led the violent insurrection to overthrow American democracy For these crimes Chansley was sentenced to nearly four years in prison far more time than many violent criminals now receive What did Jacob Chansley do to receive this punishment? To this day there is dispute over how Chansley got into the Capitol building but according to our review of the internal surveillance video it is very clear what happened once he got inside Virtually every moment of his time inside the Capitol was caught on tape The tapes show that Capitol Police never stopped Jacob Chansley They helped him They acted as his tour guides Here's video of Chansley in the Senate chamber Capitol police officers take him to multiple entrances and even try to open locked doors for him We counted at least nine officers who were within touching distance of unarmed Jacob Chansley Not one of them even tried to slow him down Chansley understood that Capitol police were his allies Video shows him giving thanks for them in a prayer on the floor of the Senate Watch Thank you Heavenly Father for paying the inspiration needed to these police officers to allow us in this building Yeah 這是一個多麼美的一個畫面 OK 它在禱告上面說 感謝天父 讓這些警察 讓我們進來這個建築物 他在上面祷告 尊重神 OK 把帽子脫下來 露出他的禿頭 感謝神 感謝警察 現在都還有人在我們的頻道下面留言說 我們基督徒要為了1月6號負責 OK 我們無視暴力 剛剛那個看起來像暴力嗎 在美國保護自己 如果說那個人是被請進去的話 你是不可以開槍的 有些Uber司機開槍防禦 結果被抓的原因就是因為 搶他們那些乘客 是他們邀請進去的 在那個影片裡面 這個人怎麼看都是 警察邀進國會的吧 對不對 1月6號委員會 長時間以來有這些所有的影片 但是都沒有播出 這導致什麼 導致我們更不能相信政府 我們也很難相信我們的警察 會有更多的人相信陰謀論 因為政府不誠實 他們的1月6號調查小組 有這些片段 但是卻不公開 當下經過這麼多的警察 八九個警察 沒有一個出來幫他作證 證明他的清白 讓他被判刑判了4年 這全部都是政治目的 全部都是陰謀論 我們所有的法院的目的 應該就是要保護清白 跟制裁罪犯才對 美國的司法程序 提告方跟被告方 都要有同樣的證據 同樣的資源 公佈出來之後 提告方要證明被告 是有罪的才可以 更何況 這是一個國家公開的審判 但是 我們卻沒有證據 唯一有證據的 扭曲證據的 就是1月6號的委員會 這不能抹去什麼 1月6號的人 在某個門口跟警察起衝突 然後還有在哪裡把玻璃打破 破壞公物 能改變的就是 這位QAnon Shaman 真的就是一個普通的人而已 在一堆警察的帶領下逛國會 這一切是警察帶著的 甚至是警察邀請的 是警察幫他開門的 這個人不應該被關四年 還有絕大多數 崇敬國會那些人 基本上都是和平抗議的 沒有人在使用暴力 沒有人在尋仇 在找什麼Nancy Pelosi AOC的 Tuck Carlson 那個影片上面 顯示了一堆人 在觀光道路上面 乖乖的 揮起 喊口號 警察就在旁邊看著 維護秩序 但是 這些影片都沒有在 1月6號委員會裡面公開 另外一個 1月6號的陰謀論 就是那天死了好多人喔 一共死了6個人餒 對不對 其中還有幾個是警察 什麼的 最有名的就是 當天在那邊死掉的 Officer Siknick Siknick警官 他們的說法是 Brian Siknick 是被抗議者殺死的 這是1月8號 紐約時報的頭條 首都警察 因為川普支持者的活動 暴行 受傷而死 這個人就是 Brian Siknick 報導上面寫說 因為Brian Siknick 這個警察死亡 可能又有非常多 首都警察這個改革的聲音 這將會是一個 世紀的警察制度 大重改的改變 反正裡面就是說 這個川普的警察 跟川普的支持者 發動推擊 然後造成了暴力事件 然後這個暴力事件 就是 Ashley Babbitt的 這個槍擊案 他被一名 這個首都警察開槍打死 然後在那邊造謠說什麼 Brian Siknick 是被一個滅火器 打中頭部 然後之後腦出血 中風而死 我們等一下就會看到 實際上發生什麼事 發生的事情還有什麼呢 之後還有幾個 就是首都警察 幾個月之後自殺了 跟這個1月6號 完全扯不上關係 但是他們也要寫上來 但是 我越來越相信陰謀論了 OK 他說Brian Siknick 是第四位首都警察 在執勤當中死去的警官 各位如果還記得的話 就是民主黨 整個民主黨 在那邊弄了一個 很大的一個很重大的一個隆重的儀式 在那邊哭爹喊娘的 說什麼我們一定要把兇手抓出來啊 要還Siknick這個一個公道啊 Joe Biden還去了啊 就說什麼啊 這都是川普的錯 川普蛊惑人心 害死一個無辜的警察啊 所以這邊其實就是 兩個1月6號最重要的兩個面孔 第一個就是逆兵者 Cue的這個薩滿 結果他只是去國會的一日遊而已 還有一堆警察帶著他幫他開門 然後幫他照相 第二個就是Siknick警官 照道理說就是當下被暴動打死的人 這兩個人是1月6號暴行的主要證據 等一下你就會看到這位Siknick 在跟這個抗議人士接觸之後 OK他已經回到這個大廳囉 照道理說 他應該是全身是血 因為他是在外面被這個消防器打到的 然後倒在地上 然後等著要被急救 結果急救人員進不來 結果咧 原來他把抗議民眾放進國會了之後 回交通 讓抗議民眾到他們該去的地方 因為警察警官是誰就fed到了 但是中小朋友 Display人如何要放 fundamentally 這個抗議會不會是 他為了抗議他 signedasures 這身者的手法 其實例如假照 朝日weise 立刻的 sabe tellsangers 這個犯釋 ,06預告 riel 在一月中 我們 Seeing 吃 影片 pinpoint 從 這個 纽约时报说的是 Signick的死亡方式不是很明显 但是可以确定的是 他是因为在工作当中受伤而导致的 一开始警方的说法是 Signick是被灭火器击中头部而死 一个星期后报告出来证明说 他的头部没有遭到任何的撞击 反正就是一个礼拜之后 纽约时报就改版了 因为他们的报导全部都是唬烂 搞了半天 Brian Signick是自然的脑中风死掉的 没有任何人对他做了什么 甚至他的死亡可以说跟 1月6号完全扯不上关系 事实上就是2021年4月的时候 美国的首都警察发出了声明 说Brian Signick是自然死亡的 上面说 虽然Officer Signick是自然死亡的 但是还是改变不了 他在执勤当中勇敢保护国会 当中死去的事实 如果看这个report的话 他就会告诉你说 这个人没有外伤也没有内伤 就是当下脑中风倒地不起的 有点像那种东北人冬天晚上去喝酒 然后在外面坐着 第二天就被冻死的概念 所以说不管怎么样 我们的媒体跟民主党一起提倡的 这个人是在阻止抗议人士冲进国会时 先被辣椒喷雾喷到导致过敏 然后又遭灭火器 重击头部导致脑内出血倒地送医不治 这个说法是完全没办法成立的 现在的警察很懦弱 他们的说法是 他们也很无奈啊 他们丧之就是这个样子啊 这还不是你们这些选民投出来的选票结果 警察做事的话多做多错 少做少错 不做不做 那干嘛要去做这些事情呢 为什么要维护治安呢 你看到一个流浪汉在那边尿尿 你去过去制止他 结果他反而转过来拿一把刀的话 你被逼着要开枪打死他的话怎么办 这个是我们interview警察说的时候 陈警官他的说法 我们保守派奉公守法 爱护我们的家庭 我们保护我们的下一代 我们活着的是有目的的 我知道警察应该要保护的是 我们这些守法的公民 但是很不幸的就是 警察他们面对暴徒 一点勇气都没有 就跟Uvaldi枪击案的时候一样 一堆警察站在外面 歹徒在里面杀小孩 他们在外面抓父母 警察的懦弱 导致他们连自己保护自己的能力都没有 这个事件很糟糕了吧 这个就是你们警察只敢欺负好人 不敢抓坏人的结果 你们以为左派的政权 左派的方向会让你们更轻松 更没事 只要你们听他的来打压保守派 打压基督徒就好了 但是他们不会感谢你们 他们有他们的政治目的 当警察被攻击的时候 没有人会来保护你们 也没有人会在乎你们 他们会觉得说 你看这个亚特兰大警察训练中心被纵火 被攻击事件 没有任何政治目的啊 对不对 没有任何攻击啊 他们现在都还在说 其实各位知道吗 我们不应该在乎这些小事 这些左派的政治运动 其实是合情合理的 是释放出他们心中的怒火 我们应该要在意的是 这些极右派的国内恐怖分子 这些保守派 这些基督徒这些压迫者 各位如果还记得的话 就是Portland一整个月的Antifa暴动 跟2020年一整年的BLM的暴动 都没人管 都是释放情绪 然后当川普把联邦的警力 放在地方保护联邦建筑物的时候 左派的媒体反而说 川普是个暴君 这是个法西斯主义 这就是为什么 很多人不相信媒体 很多人不相信警察 你也写在这些状态 我们看到了 在北京的状态 在状态的状态 在网友 在 Minneapolis 第三者 related to violence, whatever side you're on, has become, I don't want to say an acceptable outlet. But to some people, I guess, yes, it has been a way to express their anger with what's happening in the country. Right. And this is really disturbing sort of the normalization of violence. And I think it's important. I want to say that, you know, I wrote about violence erupting from the far right, from the far left. But when you look at 對,雙方不是平等的,我相信大家很看得出來 左派的暴力跟右派的暴力是不同的 我們要比較擔心的是右派的暴力 因為我是專家,因為我出過書 我同意,如果說我們要制止左派暴力的話 我們應該也要制止右派的暴力 換句話說,我們應該要制止所有的暴力 這樣子不是最好的嗎? 錯!這位亞特蘭大報社總編輯說 左派的暴力跟右派的暴力是完全不同的 因為其實這兩邊是有一個Wealth Gap 貧富差距非常的大 在你的文章中說過的年代的暴力 和暴力在英國的暴力 在 1980年代的暴力 在你書說最後,它結束了 壞了壞的壞壞的壞壞 然後人們被病毒了 什麼你對美國的暴力 這在美國負責任是負責任的 負責任的暴力 絕對,我認為你再次看到歷史歷史 當經濟狀況很壞 人們會覺得他們沒有其他選擇 而變成了暴力或極度 所以當然,一個更強的經濟 和一個較高的貨幣的貨幣 會比我們國家更好 只能讓人們更好 會比自己更好 但也會幫助保護這個暴力 這個就是整個事情最愚蠢的地方 就是左派的暴力是合理的 是有理由的 因為左派掌控著媒體 所以說他們認為說 他們的方向是正確的 是有必要的 你真的沒有錯 使用暴力促成均富是必要的 我想在馬克思的書裡面 也讀過類似的東西 然後1月6號之間就不行了 這些右派的保守派人士 他們就是要維護個人自由 要棄絕共產主義 所以說他們的方向是不被允許的 所以說我們要判他們行 我們要封鎖新聞 我們要封殺他們的言論 我們要來刻意誇大他們的行為 來定罪他們 是合理的 這一切都是為了政治目的 OK 就是均富跟共產主義崛起 這個樣子就可以忽略道德跟價值觀 那今天我們的主題是什麼 我們可以從這幾個新聞裡面 看到有什麼事情 今天我好像在批評 我那天訪問警察說的影片 換句話說的確是這個樣子 我在訪問他的時候 問他說 你身為一個基督徒 表示你有一個基督徒的律法 同時又身為美國的執法人員 請問信仰在你的工作當中 有什麼影響嗎 他的回應跟甘乃迪一樣 沒有影響 聖經的法律可以寫天花亂罪 但是不會影響我的工作 基督徒跟世界有什麼不一樣 基督教跟其他宗教有什麼不同 其實就是我們有律法 神給了我們一套很完整 而且我們必須遵守 或者是我們要用我們的一生 拒絕邪惡、拒絕慾望 來守護的東西 這個讓我們活著有目的 有方向、有意向、有意義、有目標 透過我們的努力 或許常會覺得很痛苦 常會覺得說 其實應該沒差吧 對不對 偶爾犯一點罪 應該也不會怎樣吧 神應該會原諒我吧 如果我們可以拒絕罪惡 我們就可以得到真正的快樂 基督徒不但要活出自己的信仰 而且要讀聖經、了解法律 才可以真正改變這個時代 不然就像一開始提到這個Eric Adam一樣 雖然嘴巴上說自己是個基督徒 但是他做出來的事 又是殺嬰兒、又是把罪犯放出來 又是建立吸毒所 又是讓非法移民送來美國 然後送到紐約的時候就馬上說 你們這些保守派的州 怎麼可以把非法移民送到紐約來啊 別人看到 然後再看到今天他說的話 就會覺得說 哦 原來基督徒就只是這樣啊 原來活出信仰就只是Eric Adam這個樣子啊 原來拒絕政教分離就只是這個樣子啊 沒有活出自己的信仰的基督徒 就是會造成更糟糕的反效果 所以我來這邊鼓勵大家 Eric Adam說得很對 我們的信仰不可以跟我們的人生分開 但是我們更要知道的是 我們的信仰有律法、有目標、有意義 我們才可以活出真正耶穌要我們活的人生 才會得到真正的快樂 感謝大家收看 我是Edan 更多美國情報 請持續關注AI News